Mvm 餵 香蕉人 我是致敏表哥啦 我自己在用的電信電腦又沒辦法開機了 咦我說致敏表哥 你不是三個月前 才壞掉電源供應器送修換好嗎 怎麼可能又開不了機了 是这样没错啦 目前主机板会通电 LED灯有亮 电源供应该是正常吧 啊 不会是主机板或是CPU坏了吧 这样就麻烦了 而且又是电脑里最贵的东西 那你先搬来我这里 我再帮你查看一下 先这样吧 拜拜 大家好 我已经拿到这名表哥的电竞电脑 先来打开盖板看看有什么问题 这一颗就是维修换回来的电源供应器 应该也算是大厂牌 不太可能又坏了吧 而且通电指示灯也会亮起 这次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不能开机啊 微星GTS1070红龙卡外观OK 240水冷系统OK 机体也没有什么外观不同 供电线路也都有插好 没有脱落的现象 看样子是要一项一项拆下来测试 咦?这是什么? 证明表哥家超级干净 不太可能有这么大的灰尘才对啊 不是灰尘?像是结晶物? 啊!不会吧!天呐! 真的是水冷头开始漏水了 完了完了!看样子CPU可能被带走烧了 才会造成没办法开机终于找到原因了 快把主机躺下 准备把水冷头拆下来看看 CPU还有没有救 把显示卡拆下来 等一下安装测试比较好工作 还好这显示卡有强化背板 可以保护挡一下漏水的问题 不然先带走烧掉的是这张显示卡 还好没有漏水太久 可以轻易抠掉这结晶体 应该是刚漏水不久而已 我的妈呀!这水冷头漏成这样子 和我家里的臂癌没两样 这CPU还有旧吗? 快把水冷头拆下来看情况如何 咻!谢天谢地! 目前漏水还没有流进CPU这个区域里面 只有在水冷头四周 CPU应该是没事才对 希望啦! 这CPU周围看起来都没有漏水结晶体 我真的可以放一半心了 打开CPU固定扣看一下 YES!完全没有漏水问题进入 终于心中大石头可以放下来 老天保佑啊!再擦掉散热膏 拿起CPU再做最后确认 OK啦!完美无缺 等一下换掉散热器应该就可以开机了吧 轻松解决 范围CPU固定好 再把漏水的一体式水冷先拆下来 测试比较不会爱手爱脚不好工作 OK!移除一体式水冷 挤上散热膏 放上塔散主体 先不用锁紧 只是来测试可不可以开机 插上电源线 开启开关 OK! 主机板已经有通电 内部LED灯也亮起 再装上散热器风扇 来吧!开机!Go! 嗯?开机啊! 诶!还是完全没反应 但是都有通电啊!怪怪的 没问题再试一次 按开机键 诶!快启动啊!还是没反应 是怎样啊!还是启动线主没插好 不对啊!我都直接按主机板内键 启动按钮开机 应该不是这问题才对啊! 扭后电池拉起来重置BIOS 看会不会有改善机会 OK!开启电源开关 再来试一次 按开机键 Go! 诶!诶!还是没反应 再来试一次 Go! 啊!真的完全没反应 不会又是换修回来的电源供应器又坏了吧! 先换别颗试一下 看能不能开机再说 这颗电源供应器看起来也蛮新的 不太像是整修品啊!怪怪的! 先换掉再说 换上测试用的电源供应器 这里只要把主机板24Pin和8Pin CPU供电插头插上 测试能不能开机就可以 其他线路都可以先不要插上 完成!再把塔扇盖为CPU上面 把电源线插到电源供应器上面 OK!主机板的LED灯效正常启动 最后来按一下开机键开机 Go! YES! 太棒了! 终于成功开机了! CPU和主机板正常开机 也就是说维修回来的电源供应器 又坏了! 我说志明表哥啊! 你可真是鸡王中的鸡王啊! 还联化两次几率真的太高了吧! 但还好是这第二次损坏事件发生 那我们提早发现水冷散热器在漏水 如果再晚一点发现 后果可不是简单换换零件就好 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所以这案例告诉我们 有在用一体式水冷散热器的观众 记得一定要定期检查一下 有没有漏水问题出现 虽然说有的水冷散热器大厂 在保固内漏水会全部赔零件费用给你 但你损失等待更换零件 和不能用电脑工作的时间成本 可是要不回来的啊!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